最近不者收到讀者、求助个案 手上持有一间市区未保地价居屋 过往成交价约500万元 最近放盘时被经纪挫价至400万元以下 最新成交价也开始急速下降 不者查看该屋苑落成年份和可供出授证明书后 发现了三个要留意地方 1、担保期计算坊间认为25年担保期 以屋苑柳零计算 假设落成日期为1998年5月 即2023年5月便达到25年 其实不然 担保期计案 可供出授证明书内的 首次转让契据日期计算 这个案首次转让契据日期为1998年11月27日 即2023年11月便界满 2、股价急速下跌 不者查明单位股价为400万元 股价急跌除了因为跟随大市楼价下跌之外 主要原因是担保期即将完结 特别是未保地价居屋 3、按揭逐渐收紧一般担保期25年内的居屋 下手买家有机会尽借95% 分25年供款 无需提供入息文件及通过压力测试 现个案在担保期介满前 下手买家可借9成 但最尽只能分14年供款 仍无需通过压力测试 再过数个月担保期完结后 下手买家只能借6成 分25年供款 比私楼30年更短 要提供入息证明 需通过压力测试 一般能符合以上要求的买家 已有足够能力买私楼 这亦是未保地价居屋在担保期后价格急跌的原因 聪明的读者可能会发现 担保期明明还有11个月 为何尚文提到数个月担保期完结 答案是 虽然现时物业还有约一年戒满 但银行在审批案揭时 也会考虑到审批时间 和成交日期 银行会提前收紧案揭 假设2023年9月签订临时买卖合约卖出陆表居屋 一般成交期三个月计 有机会在银行批出案揭时 物业已过担保期 所以一般银行都会提早收紧案揭 所以这个个案的出货黄金机会 只如下数个月时间 未保地价居屋在20年过后 银行案揭会逐渐收紧 如果有转换私楼的打算 以便增加日后财务弹性安排 包括出租 转案 升值等 应及早规划 以免在人踩人的时候出货 预读者 家人或朋友持有未保价居屋 建议将这文章分享给他们 因为即使是20-25年之间的居屋 其实还有方法出货 不过要做多点准备功夫 坊间的善边代理服务也有居屋专家 能协助客人制定合适的出货策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